质子的身体被子弹贯穿 而与此同时时间停止了 接着一个长得很像合同的人摘下了帽子 他并不是凶手而是死神 他解释着时间静止就是俗称的走马凳或者迷流之际 是人死前最有意思的环节 不过今天的一不小心早来了15秒 决定一会再见 质子急忙叫住他 既然还有时间 自己是可以回头看看凶手是谁的吧 也可以留下线索报复对方吧 这样的想法属实逗笑了死神 他突然来了兴致决定陪他玩会儿 虽然质子只剩下15秒的时间 但可以随意暂停开始 质子的想法就是用这15秒自救 可死神却说你死期已定 不要想着如何逆天改命 既然活不了 那就想办法让凶手陪自己死 时间开始质子的痛感同步恢复 按这里来说 这种剧烈的疼痛会让他暂时休克 但死神决定帮他开个小挂 就是无论多疼都能保持清醒 时间再次开始 质子强忍疼痛扭身一看 再看到凶手的那一瞬间 质子并不吃惊 凶手叫佐奈 质子作为药剂师经常去他家里 给他妈妈送药 可治疗受效甚为 病情始终没有什么起色 给佐奈增加负担的负罪感 压得妈妈传不过气来 最后负农药自杀了 可佐奈却误以为是质子药剂过量导致的 质子觉得自己该做都做了 佐奈既然迁怒于此 他决定反击 简单的思索过后 他开始了时间 先是花费一秒钟时间 把白粉铺满入口处 粉末会让佐奈留下脚印 暴露身份 然后关灯屏屏视线 接下来又用三秒时间 启动桌面清理大师技能 然后大笔一挥 写下凶手佐奈的名字 死神觉得那么大的字 对方一下就能看到啊 而这正是质子的目的 他倒霉一旁的花瓶 水箭满了桌子 他把花铺开盖住名字 接着把笔丢掉 这样就算佐奈想要土改 也会出现墨水不同的问题 警察还是能发现真正的讯息 不过这还不是质子的真正目的 他把花镜插进墙上的插牌里 到时候如果佐奈想要处理自己 就要先拨开花束 花镜的水分 能将插牌里的电流导出 只要在地上也洒满水 就能形成闭合电路 200毫安的电流 可以瞬间击毙佐奈 死神听到这忍不住拍手叫绝 能在短短15秒时间 留下凶手线索 甚至还能反杀对方 现在质子的生命还剩下5秒 这时候死神坐在他的身边 杀人偿命不算过分 不过佐奈猛进你的死 跟质子脱不了干系吧 毕竟药进尸也不过是 按照医生的医嘱开药 佐奈又怎么会寻仇于他 质子确实有点心虚 出事那天 贵子照常去佐奈家送药 临走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安眠药不见了 而偷走安眠药的 正是佐奈的妈妈 和药品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一封遗书 质子知道后 赶紧把药换了回去 恰好这一幕被佐奈误会了 本来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但是他的药被偷 自己要被追究监管不力的责任 于是就将此事瞒下来 可没想到佐奈母亲 最后还是自杀了 想到这里会自于心不忍 时间再次开始 他上前拔掉一枝花 这样即使是电器 也不足以让佐奈毙命 还剩最后的几秒 他刚想完成最后一件事 枪声响起 还是佐奈 他在院子里对质子开了第二枪 眼看质子已经没时间了 他在最后时刻 扑倒在地上 拿起那封印书 刚想抬笔写下佐奈的名字 倒计时结束 看着一地白粉 佐奈果然换了一双鞋子走进门 一眼就看到了银亮的桌面 刚想拿起笔划掉名字 突然警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往角落一瞅 果然找到了质子丢掉的马克比 不过在空出桌子的一瞬间 防不受防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听到门外保安的脚步声 渐渐逼近 佐奈赶紧拿起笔划掉自己的名字 然后拿上质子 死也要钻在手里的信 红速逃离现场 打开一看 竟是母亲的印书 原来长期忍受 病痛折磨的母亲因为放心不下这个女儿 想要带着佐奈一起死 而因为质子换药 被打乱 最后选择自己服毒自杀 所以说 其实质子从某种角度来说 还算是佐奈的救命恩人 案发现场死神破例 帮质子写上了名字 这也算是送了质子一份冥界的礼物 该篇选自《世界奇妙物语》2021版 名叫《十五秒后会死》 原作为短篇小说 十五秒 开刀客人心悬 结尾反转不停 很符合士气一贯的作风 不过话说 好啦 今天就要